很棒, 這個關聯網的名字 大家大約知道新聞是怎樣的 其實整件事都… 不會寫得多汁 我不知道, 這樣說來比較 不知道誰摸下的文章說 女星被爆勾引男友好兄弟 還被流出, 兩人不倫錄音檔 有人錄音檔呢? 還有什麼對話, 截圖 對話截圖也曝光, 然後心想… 那些截圖好像很討厭他 我聽完那錄音檔有多不倫 對,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誇張 說些事無謂事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他們的筆真的很厲害 因為標題非常吸引, 吸引到你去看 你按進去才發現就是這樣 這樣, 還有實實的報道是… 其實我也很佩服他們 這麼有心思去做這件事 你要人信, 也要用心思去做這件事 他就把我的訊息剪頭、剪尾 譬如訊息是說你吃飯了嗎? 然後我可能寫著我吃… YES 可能他下面寫著I miss you 然後他就把這句I miss you 搬上去, 你吃飯了嗎? 然後就截圖出來就說 我說I miss you 你問好, 然後他回答YES 他會去做這樣的什麼… 我就是扭轉這些字 對, 移花節目 移花節目 而且他會把錄音頭尾 然後轉在一起 譬如我說我不知道什麼… 掛著不知道什麼… 然後他就會把我掛著你… 然後停在一起 然後… 但為什麼他會拿到那些對話? 當然是有人會說出去做這種事 對, 語言不熟 其實我也… 語言不熟 其實我也很尊敬他 但他竟然有這種心思去做這件事 令大家相信這件事 還有可能作為讀者 我們也要有些批判性的思考 要有智慧 沒錯 要多做一些訊息 例如請當事人上來說清楚 對, 所以就是媒體沒辦法 我們都明白媒體要吸睫眼球 對, 吸睫東西是明白的 如果提不夠, 他不會按進去 原來也不是說雷聲太遠 語言不熟 原來是說你的劇的角色 說不倫之戀 可能說到你有發生過 好像在現實生活一樣 對 所以要靠波羅的觀眾也很聰明 如果他是不喜歡你的話就沒有 但有時候很危險 不喜歡你就沒有 他們對你不太有興趣 就這樣看標題, 真是會順序 我就進去了 對… 可能他不是真的很想了解你今天 對 經常聽到伯父說 有個內幕消息, 那隻是什麼鼓… 接下來下個禮拜會爆上去過半 現在九毫子, 你快點掃貨 通常聽到這些, 我以前小時候試過中招 一掃完之後, 他升一升升到過二 打算還有三毫子那塊到 誰知道一聲跌下去 可能一兩毫子 對, 會的 讓你們知道 或者街上的人知道 其實那些消息已經是最尾水… 對… 他想你趁最後的時間入手 他們就可以放的 對… 所以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有一句又是潮民, 永遠都對 你先拿起鏡頭, 看看自己是什麼新鮮蘿蔔 沒理由這麼想要說的 能夠利益嗎?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麼容易發達 那就天下大平… 不, 那就天下大暖, 是嗎? 總要有些廢柴垃圾在墊底才行 你這樣想的話就不會那麼容易中伏 看來…